叫做王船军 王船军不敢相信 他和身旁的人确认 周围的人用摸头的特殊方式为他庆祝 凭借《我不是钥匙》里的吕受益 王船军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2018年度男演员和百花奖最佳男配角 让人看到了他作为演员转型和突破的决心 这个镜头里王船军特意在床头放了一串珠子 那是妈妈的遗物 他提前两个小时搭打片场和橘子摆在一起 为了演出病人奄奄一息的状态 他两天两夜不睡觉 不吃不喝 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他看到妈妈最后走的样子 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 你怎么演成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见过的人最后是那样子 为了演出角色病入膏肓的虚弱 他报收20斤 每天跳升从4000增加到8000个 为了演出病人对食物的渴求 一场戏吃了44个包子 5碗面吐了三次 其实相比较敬业 他清醒的认知 却是更难得的品质 努力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被大家看到 可能就是一种宣传 宣传需要点点 但也没东西说吧 可能也不好 然后就后来变成 我觉得不是很好的风气 大家都在说 多少时间剪了多少时间 好像就是 就完成了 但对 其实这是我们的工作了 我们的工作了